追不動 在尾牙表演 這個關於就猜錯老闆的數字 你要怎麼抽場 對 你要怎麼寫 真的是沒有人 都猜錯老闆的心 老闆想的果然跟我們想的 都不一樣 什麼 猜不中的話 就這樣原場原過就好 對...然後如果他就覺得 不夠開心的話 我們就會唱一首 就是鼓勵員工的歌曲 就鼓勵整個公司士氣的歌曲 如果剛才猜錯了以後 他沒有辦法發展一個猜錯 只有自我嘲笑的部分 應該就可以收掉了吧 對不對 就是猜錯 看他們自己怎麼樣 他可以說 你幹嘛 人家在這邊都有不要開玩笑 這是認真的 就收掉了 這一次認真的會在一起 應該是博恩你給他錯的訊息 所以你有看出端倪嗎 我大概知道這個魔術怎麼表演 所以是他拍他 隨後有給他那個 不是拍他 應該是在講話當中 常會愛好在裡面 對 所以阿達應該是 他猜的是對的 所以你給他的訊息是錯的 我 小恩 我給他的訊息是 他純粹就是今天精神比較吵 我們回去看重播就知道了 你這樣回家之後會吵架嗎 不會 看等重播那天再吵 因為我們現在也分不出來 到底誰對誰錯 所以要等播出的時候才知道 然後一播出這一對也剪掉啊 那我們先吵好了 因為如果說78拆成25 我覺得還比較有辦法圓回來 78拆成79好尷尬 就是說你知道還就是弄錯 對 就是那種破壞的話 那你應該就機率80 81 81 不是嗎 這應該是78 對... 就往前後開始調整 對 我們現場朋友什麼... 幫他再...什麼給他念力什麼的 你再趕快利用機會給他按號 結果我們現場朋友 只能再給他一次... 最後才到28拆成這樣 因為我們快速度 他一直往上加 不用往上走 可是他們在當中 就可以趕快再一次給他按號 全場員工都很累 只要結束 所以李柏兒 你們現在還有個機會 可以返回一城 你最好是真的有加分 加油... 好 沒有 這首歌現在是鼓勵人心的 鼓勵人心的 不過風險也是很大 很大 沒關係 最討厭老闆活像個神經病 把自己當皇帝 把人工當奴隸 沒事亂發脾氣 有事不見人影 自以為了不起 細細量大道理 誰不知道你有的只是運氣 我呸 所以你去死吧 別再說一個句話 彷彿全世界的人 都要在意你的想法 所以你去死吧 別再當我是傻瓜 你害怕沒人知道你是王八 歡迎光臨 謝謝光臨 在心冷靜如人意 但求虧我心 老闆點到綠了嘛 真的嗎 老闆去死吧 沒有說沒有怕 選出老闆的大度量嗎 我不覺得你們接得到尾牙耶 真的 這樣看如果B2在台上 唱這首歌 然後給尾中哥聽 乾杯 那算是員工裡面 才有意表現自己的喔 我們會改啊 他剛剛是叫老闆去死吧 去死吧 老闆去王八 如果郭台銘聽到 然後尾中哥聽到應該不會開心 真的耶 為什麼要在尾牙唱這個歌 沒有 其實我們這首歌 是想要感受老闆的大氣 如果他願意就是為 站在員工的角度 我們的立場的話 那我覺得他公司會更好 如果先這樣講會不會比較好 不會 因為老闆準備了那麼多獎金 等一下送你們 然後你被罵去死吧 老闆 瞬間真的會很... 會發脾氣 所以就在前面先鋪好路說 整晚都要講好話 整晚都是好話 而且不能去死 黑色幽默開不了出去 不行 那我們去看前衛的老闆才受得了 把員工當皇帝 把自己當奴隸 一事不發脾氣 有事都判到老闆 因為尾牙的腸啊 對 這是什麼 所以你捐錢包 所以你捐錢包 所以你拉紅包 別再說一堆皮黃花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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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首都要對這種詞都要對 結果不要看這首就對了 對不起 怎麼不像這種歌 怎麼不像這種歌詞啊 這首歌是在這專輯裡的是不是 對 而且還是主打歌 還不適合這個季節喔 算了 尾牙跨年 然後春久 你們整個那麼不吉利 你怎麼...這些場景 你怎麼接啊 對啊 外交兩個小朋友應該很高興 大哥哥們沒有什麼威脅力 請問我 十年之內威脅不到 請問你今天為我們準備的是 這個也是滿實驗性的 因為我通常表演 都是一個人在表演 那就是這一次是跟小優 就是脫口秀 脫口秀 對...脫口秀 脫口秀很危險耶 這個是最難的 都可以先模仿 那希望大家能夠 所以只有你的時候 通常你自己 比較能夠掌控節奏 現在有一個搭檔 會不會被他拖累啊 這就不知道 所以說實驗性嘛 對啊 但是感覺應該是還滿好玩的 大家給我們看吧 好 加油 今天我跟小優要告訴大家 演藝圈最經典的男女組 她們的模仿的那個... 戰士啊 趕快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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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你表演 我吃不吃了 等一下 你不要跟妳 你不要比我緊張 對啊 感覺沒有這樣子 太好看了 不要緊張... 他緊張... 大家還沒有啊 我尾牙一定要請你來 好 暫時... 武功阿伯葉富台秀武記 全場的小飯店 好玩耶